哈囉我是Catie 終於很多人在問的網拍更衣間第二集來了 今天要試穿兩間都是屬於名人自創品牌 第一個應該大家都知道是布洛克漢娜出的Mercy 2-2 那這個牌子其實好像在學生間 特別是大學生間非常非常紅 像我上次不是辦二手拍嗎 來的人啊超多都是穿這一間的衣服 真的超多撞山率極高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目前台灣最紅的自創品牌 再來這個呢是昆林自創品牌 應該是最近才推出的 我之前其實根本不知道他有要自創品牌 但是前陣子滑手機看到有廣告 然後點進去一看發現 欸衣服還蠻合我胃口的 所以我就下單了幾件來試穿給大家看看 那昆林自創品牌並不便宜喔 就是像這種一般可能Puzzle啊 或者是像漢娜的牌子 差不多就是頂多一千多塊就會覺得很貴 那平常衣服的話可能就是五百左右嘛 但昆林的就是都破千 都破千 然後會有兩三千的吧 反正昆林這個還蠻貴的 只是我覺得看網頁上的設計來講啊 應該是不錯的 好 兩個要先穿哪一個 先來穿昆林這個牌子 因為我自己呢是 比較期待昆林這個牌子 因為他的風格啊 跟你目前網路上看到的非常不一樣 像可能Puzzle啦 MariQ啦 或者是Mersi 2 2啦 都有一個固定的套路 就我覺得他們衣服出來出去 已經差不多就是那樣了 而且像Puzzle跟MariQ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們版型 通常都會怪怪的 偶爾會撿到就是穿起來很修飾身體啦 可是常常會有網路上看起來不錯 結果收到就版型到底怎麼了的衣服 那昆林這一個呢 他們第一個設計風格完全不一樣 比較 算比較歐系的吧 很有那種歐系大品牌的感覺 然後 版型我就不知道了 我們要來試穿看看 首先 這個 我是因為昆林穿很好看我才買的 它就是一個撞色針織 好 廢話不多說直接穿起來 我一樣 今天是裡面穿了FRA TOP 那我直接可以換給你們看 唉唷 你們看一下它的那個背標 這個標你不覺得看起來就很有質感嗎 它這個牌子標做得很不錯耶 它的牌子名稱叫J.E.N.D.S 我不知道怎麼唸 它是哪一國語言啊 知道怎麼唸的人可以麻煩告訴我嗎 好不管我先來試穿看看這一件 這件昆林穿起來真的超好看 超好看 我在回Facebook上面截圖給大家看 而且感覺非常的顯瘦 阿 這邊 哇 阿好啦 勉強還是 阿算了 我去換無間帶內衣好了 等一下 穿起來超好看 欸 這件真的超好看耶 而且我原本以為它應該穿起來會很透明 但是也還好 我裡面就是穿膚色的內衣 我先來看看 就這樣膚色的內衣 然後沒有加什麼小可愛之類的 就穿起來還好 可以不用加小可愛我覺得 欸這還顯瘦版型超棒的 這版型超棒的 你們不要以為是我瘦 穿起來才這樣子好看喔 這個是顯瘦版型 因為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Puzzle開箱 超多 穿起來非常的勇重 那這個版型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肩膀這邊還有脖子的高度 寬度都非常剛好 像有時候阿 如果小高領座太高 我們這種有雙下巴的人阿 雙下巴就會整個掉出來 那這個這樣子剛剛好 然後撞的色超好看的耶 欸這件真的超好看的耶 這件好像1000多 1600之類的吧 我覺得有 有到那個價錢 有到那個價值 然後這邊是這樣子空的 就稍微露一點 可是你又不會說到 然後露奶 我覺得這樣子 稍微露空一點還蠻好看的耶 就是有露又不會有琴色的感覺 最後這件我超喜歡 超級喜歡 而且袖子的長度跟整個合身度 100分 昆明幹得好 這件超美的 好 再來還有什麼 是一件T恤 我會買這件T恤呢 是因為它的圖案非常可愛 而且你看這個配色阿跟圖案 不覺得看起來就是很有名牌風嗎 就是名牌最近就是很喜歡出一堆T恤 然後有可愛 就是不是可愛 就是稍微可愛 可是又有一點點特色在裡面的圖案 像這個阿你看 它的字是Monday嘛 然後有一個長頸錄 你們看長頸錄在幹嘛 它的頭埋在圖裡耶 它不想面對 它不想面對新奇異 你不覺得很幽默嗎 這個圖我超喜歡的 好 它是有點oversize的一樣 我先去試穿給大家看 這個 不想面對的星期一 我覺得就沒有到100分了 它的尖線阿 它做oversize有點弱尖嘛 可是它的尖線 位置沒有抓得很好 反而會變得有點 壯的感覺 你看它就這樣 漂浮在這邊 就有點壯的感覺 我覺得它應該要再弱一點 然後袖子 嗯 這個版型我不喜歡 但是料子我非常喜歡喔 它的料子的彈性阿 還有觸感都非常的舒服 然後圖案印刷 印刷質感也不錯 反正它整個質感不錯 可是版型我覺得還好 領口的尺寸也不錯 反正就是肩線 我覺得位置可以再稍微調整一下 肩線點 還行啦 如果這在實體店我試穿之後阿 我是不會買的 我不可能買這一件 還有如果說搭外套阿 什麼的 因為它的配色跟圖案我非常喜歡 所以 嗯 看你自己覺得 如果人生能重來 這件我不會下單 但是已經下單了 收到我覺得OK 我不會退 接下來呢 我還有買一個針織上衣 我會買這一件阿 主要是 上面的字 Pull down your bone 這個我一定要拿 天天穿給老公看 老公一直在滑手機的時候 就要這樣 超煩的耶 我覺得男人到底為什麼 你可以放下你的手機嗎 吃飯的時候也要滑啦 上廁所的時候也要滑啦 開車紅綠燈要馬上拿起來滑啦 反正任何時間 你在餵小孩的時候也要滑啦 在陪小孩子玩的時候也要滑啦 小孩子快跌倒了 你還是要滑才會去扶小孩 到底 到底 放下手機會死嗎 會死嗎 男人們 都不會開始抱怨 我先去換這衣服給你們看 這件也超級顯瘦的 欸他們真正的版型非常非常的完美 這件也超級顯瘦的 欸這還蠻好看的耶 有沒有有沒有 喔 看一下背後 好看喔 我覺得他們真正都很可以耶 期待冬天 我覺得這樣好開心喔 就是台灣終於有一個品牌是初步一樣風格了 不再是那個甜美小清新什麼的 這種 就有品牌風 這種我比較喜歡耶 這件穿得超顯瘦的 而且是那種奶大腰系的那種顯瘦方式 喔這好看 這好看 讚 而且這上面寫的字太讚了 這太讚了啦 這太讚了啦 然後邊邊一樣 跟剛剛前面那個撞色的邊邊是一樣的 那這樣子 100分一樣 又100分 婚禮幹得好 再來最後是一個套裝 它雖然是套裝 可是其實它是分開賣喔 就是它是一個細肩帶 這樣子 加上一件寬褲 這有點貴 我記得上衣跟褲子好像都是1000多 所以加起來是3000多 那我覺得這種套裝分開賣的好處是 像我自己 我的上身跟下身尺寸不一樣 所以我就可以上身買S號 下身買M號 那它如果是套裝一起賣的話 你就有可能會面臨上半身穿不下 可是下半身穿不下 那這樣分開賣我覺得很棒 好一樣我來試穿 好 這個套裝穿起來 這樣 欸套裝我覺得版型也不錯欸 就是 褲子你看喔 我之前穿Puzzle的褲子 不是說他們這邊都會 不順嗎 你看昆林的牌子的 就是順的 線條是好看的 然後 背面料子也蠻好看的 唯一一個小缺點是料子有點薄 但我覺得ok它不會透光 欸這下身穿會很涼欸 然後 上身這樣子 也不會顯胖 有沒有 欸 欸這套裝有點貴 但我覺得穿起來蠻蠻易的欸 喔 我喜歡 而且顏色很好看 然後像因為我有婦孺啊 我通常不太穿這種卡到這邊的 因為我總覺得它會 讓我這邊補出來 那它這個是這種鬆鬆的吊帶式的啊 你穿就不會卡到你的婦孺 那像如果是鬆緊帶的你知道 我這邊就會變這樣 就會 就會下來蓋住衣服 超糗的 那這個這樣子很剛好 耶 婦孺人 如果你想要穿一點平口的話 這一件也是ok的 這一套我喜歡欸 喜歡喔喜歡 而且我剛發現啊 昆林牌子的衣服 都是台灣製造的欸 有點台灣之光的感覺 雖然說不便宜真的不便宜 可是我覺得整個品質 還有它的料質啊 設計什麼的 都是有水準之上的 你看這個穿起來不顯胖欸 如果是Puzzle出這樣子的衣服 肯定胖到死 就肯定穿起來變成一個很腫的 這個 昆林他們這個版型做還不錯 你看背後還蠻好看的 是吧 我自己一直看不到背後 但是我想像 背後應該是蠻好看的 這我喜歡的 讚讚 昆林牌穿完了 你看它裡面好像還有東西 有一個小贈品 我們來看一下 皮尺 滿可愛的欸 滿可愛的欸 而且它是這樣子綁皮尺 質感做得還不錯 欸 這個很棒欸 你看隨時要 然後量一下自己的胸圍腰圍什麼的 欸這很棒 這還蠻貼心的 而且質感是很好的 看我還有什麼 目錄嗎 喔 收據 訂購清單什麼的 有張服務小卡 欸 不錯 昆林牌我很喜歡 嗯 尤其是 最後穿這個 欸這個真的是 整個設計我都非常的喜歡 好 再來 我們要來穿 Mercy Choo Choo 其實 有一點點忘記我買了什麼 喔 裡面也有一個黃色的 我非常喜歡穿黃色的上衣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就我最近穿黃色的上衣 而且他們新的T-Shirt 你知道我們先來看T-Shirt上面寫什麼 我會買T-Shirt通常都是因為它上面的字很有趣 或者是圖案很有趣 那這一個呢它是 I am cuter than yesterday 或比昨天還要可愛 你們覺得還蠻可愛的 而且我也喜歡黃色的T-Shirt 好 一樣我來換給你們看 像這種它一樣是有點oversize嘛 這種會喜歡搭到褲子裡面 這種搭牛仔短褲最可愛了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怎麼挑牛仔短褲呢 如果你不是那種完美的那種大腿 你的牛仔短褲一定要挑寬寬的 你褲子寬的腳看起來才會瘦 就會看起來有空間 如果挑比較窄的 然後褲管沒有空間 就會讓人家覺得你胖到把褲子撐滿了 所以你一定要挑有一點點寬寬 有一點空間的 無論如何 短褲你都不可以穿這樣子 是崩的 除非你是很瘦 讓人家會覺得說 哇這個穿得好貼身 這身材超辣的 除非是這樣 不然你都是要挑 這種寬寬的褲子 比較有修飾效果 這樣沾進去 蠻可愛的吧 然後這個領口啊 寬度比較剛好耶 剛剛前面昆寧那一件的領口 就有點太密了 昆寧那一件大概到這吧 我覺得太密了 像這樣子 稍微寬鬆的比較剛好 以Oversize T來講啊 Mercy Tutu這一件的版型 我是比較喜歡的 然後這樣子簡單的 搭一個牛仔褲 這樣就很可愛啦 有沒有有沒有 我夏天就很喜歡 這樣子穿很簡單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袖子捲起來 像我很喜歡買 Uniqlo的男裝塗T 就他們不是都有很多各種卡通T什麼的 我會喜歡去買男裝的L號 然後穿起來就會是這樣子 有點落肩Oversize 然後再把袖子捲起來 就會超級好看 推薦大家 你不要買 Uniqlo 只會買女裝 同裝啦 跟男裝都很好買 你看一下這個捲起來的效果 有沒有 捲起來這樣子 這樣好看吧 嗯 這件我喜歡 我喜歡 再來 Oh對 我還要買一件T恤 這一個呢 是我最喜歡的經典款式 就是滾邊B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滾邊啊 穿起來都有很顯瘦的感覺 所以 預期這件應該也要穿起來很顯瘦 走 去穿給你們看 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我是買到瑕疵餅 還是這一款的版型有問題 你們看到了嗎 我的肩膀 這邊 就是 這邊人家被人家捏住 你知道嗎 你看這邊 他肩膀很奇怪耶 這件版型 這邊就多一塊耶 這邊這邊 你應該貼一點 有沒有 這樣就正常了 結果他硬是多的這一塊 虧我很喜歡這種版型 唉唷 生氣 超生氣的 是這一款的問題 還是我肩膀的問題 希望我這個是單一事件 不是單一的相似 如果是這一款問題的話 我很傷心耶 而且他這一款不是賣得很好嗎 所以應該 是單一事件 或者是 我的肩膀的問題 因為他真的賣得那麼好 不應該會是 整款的版型都不對 好 你們先忽略一下肩膀的問題 唉唷 肩膀怎麼會這樣啊 他就真的是 多了一塊耶 你看這邊 這邊 好 來一樣 搭進褲子裡面 穿起來是這樣 好看吧 夾屎 肩膀 沒有這個 穿起來就是完美的 其實我是覺得領口很肩線 你整個歪掉了 好像夢露也有買這件 夢露好像是買本編的 要請夢露來解答 到底是 我這件壞掉 還是這件本來就這樣 齁 再來再來 哇唷 買全門呢 我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 打開來看一下 喔喔喔 這種喔 OKOK 我一本想成別的 這種你知道就是一個 媽媽隨手抓了套上 就可以出門的衣服 就很喜歡買這種 連身式的 可是這好像有點透耶 要直接穿的話 可能要加個內襯 好 我現在就直接試給你們看 這件OK OK 以我預設就是 要穿方便為主OK 它沒有時候穿起來 很高質感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第一個它不顯胖 就已經很棒了 因為我之前買Puzzle 真的是被嚇到 一堆很胖的衣服 那這個它不會很顯胖 然後這邊的寬度 也剛好 因為這種最怕就是它 坐太寬 有可能會整個掉下來 看到內衣又可能 這邊會變成那種 然後烘魚的形狀 那這個修憲的尺寸呢 做得是非常剛好的 肩帶整個長度也剛好 因為這種有可能會太低 你知道嗎 就沒有辦法日常穿 它就是整個 這樣子看起來是剛好的 我要穿去巷口買個飲料啊 或是去超市什麼的都OK 這個OK 甚至是如果你身材超好 你知道穿起來就會有晚宴風 但是我已經是媽了 就沒有沒有樣子的身材 你可能加個腰帶 然後背個網美的Dior包包 要踩一個黑色系列高跟鞋 其實這件衣服是可以穿得很有氣勢的 所以它就算是一個移動移境 這件很好 而且沒有錢屁股大 這件擺形我覺得很好欸 喔 這件很好 看一下背後 這件我喜歡 這件我喜歡 沒有太透 可是基本上還是要再加一個小襯裙啦 腳這邊還是會有點透 上半身還好 喔 這件我喜歡的欸 再看一下這邊的形狀 這邊做得很好 我喜歡 再來呢 是 喔 一個 褲裙 然後還有一件 上衣 那我就褲裙跟上衣一起穿給你們看好了 我不是要把它們搭在一起喔 我買的目的本來就不是要把它們搭在一起 只是現在就一起試穿給你們看 所以像上次那個 Huzzle那一集啊 就會有很多人說我的穿搭很醜 我沒有要穿搭喔 我只是把我的衣服就是都放上來給你們看 穿起來是什麼樣子 我沒有說要去搭配其他東西 因為如果是要穿搭的話 我就會要拿我很多其他東西來搭配啊 那會很花時間 那我現在呢 就只是 你平常在家裡麻麻麻麻拍 回家就是這樣試而已嘛 我現在就一樣是這樣子試給你們看而已 所以我現在就把這兩件都穿上 好看 一樣 我不是說我很婦孺嗎 我原本就怕這一件會很 你知道喔 它這不是剛好挖一個 我原本很怕它會正好把婦孺擠在這邊 結果因為它是沒有很緊的 所以不會框出婦孺欸 欸 欸這件婦孺的女孩們 你可以安心的買 這件不會 讓你的父母擠出來 而且欸等一下 為什麼一邊的那個木耳邊 整個很立體 然後這邊是 這樣正常的嗎 這樣對嗎 這邊很可愛捏 這樣子很Q的那個線條 然後這邊就變成圍裙的那個 這樣到底對不對啊 還是我應該去把它過個水 讓它會 嗯 好啦 不管啦 再看這下還蠻可愛的 這件我是滿意的 這個可能洗過一次會比較正常吧 然後下半身我更滿意 下半身超顯瘦的 這件超顯瘦的 你看看 背面有點短欸 你覺得 它已經露出屁股帶了 背面有點短 這樣好看 這件超級顯瘦的 然後它有一點A字 即使你的骨盆比較大啊 穿A字會超級適合 因為它本來就是這樣子出來的嘛 然後這樣底下這邊 稍微有點寬也會顯得腿比較細 所以如果 如果你有大骨盆的問題 你要選這種A字型的 這個 這個超修飾的 這件要買 這件真的要買 有夠顯瘦的 喔 喔 這件厲害 它有別的顏色 我要再去買 這件很厲害 喔 超好看的啦 這件超好看的 口袋有 有 兩邊都有口袋 唉唷 這好看欸 但是上衣就 這邊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我會 稀稀看吧 不過即使它本來就是 你知道一邊很漂亮 一邊是平的 我也覺得是ok 我不會想要退 因為它穿起來的版型 是好看的 不會顯胖 又要出買puzzle 如果是puzzle出這樣的衣服 你知道就穿起來超腫的 我不知道puzzle的版型是腫的 我原本擔心mercy 吐吐也會有版型的問題 幸好它們的版型 穿起來都還蠻不錯的 你們看這個穿起來 看背後 意外的有點顯瘦欸 這樣好看 好看 好都沒了 我看它裡面 有沒有可能有正體之類的 沒有 空空如也 只有一張明細 好以上就是 昆麟牌 跟 漢娜的mercy tutu的 第一次試穿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這一件 趕快去搶購 這件真的超好看的 好 記得訂閱我頻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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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